这个视频我们就来做这个share part的桌子 看起来呢事实上是不一样的 但是因为这几个桌角的关系 让他觉得这个好像比它长很多 那一开始先输入我们的参数 短边跟这个长边 然后呢我们这两个桌子距离的这个距离 我们用相量来表示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桌子的这个角度 那我们现在这边用5除12π 那接着呢我们就来开始画第一个桌子 第二个桌子的第一个点是A00 那第二个点V的话呢 我们就是利用这个长度跟角度 那角度就像这个ang 那这边是利用极座标 用这个分号 所以让V点就出现了 那接下来第一点 第一点就是-w0 第一点 那接着呢我的那个C点 C点的话刚好是 这四点是构成平行四边形 所以V加E等于A加C 所以C就等于V加E-A 所以这样子ABCD就出现了 我们把这四边形呢叫做PL的L 左边的这四边形 Polygon ABCD 左边多边形完成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做一个这个右边的这个多边形 右边的多边形呢就是把这个旋转完之后呢 再平移 我们先来看一下Rotate 然后把原本的这个PL的L 好 然后我们现在做一个这个旋转 -ang 好 这个旋转 那转完之后呢 我们把它继续再平移 Translate 那平移呢就是刚刚这个向量 这是那个VD 好 这样子旋转完再平移 那把这个转完的东西呢 我们就叫PL的R 好 好 这样子完成 那 接着呢 我们把这几个点先把它藏起来 藏起来 藏起来 ABCD藏起来 好 那这个向量也藏起来 好的 那我们可以调一下这个的大小 好 这个这样子现在的辍学呢 还没有很明显 但是我们等一下呢 加了这个四根的桌角呢 它其实就会更明显 接下来我们来做这个桌角 好 桌角的宽度0.2 桌角的高度呢 是这个1 好 那接下来这个桌角 A点这个桌角呢 它是一个多边形 Polygon 多边形这四个点呢 一开始是A 第一点A 第二点A再加上 0 然后呢 -LL 那接着呢 我的A再加上-LW 然后-LL 好 然后再最后一个点 A再加上-LW 好 这样我的桌角就完成 对 那我们桌角呢 也可以把它 画一下颜色 好 在这里设置 好 选一下这边 把这颜色呢 用成这个咖啡色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桌角 平移到这四边去 那要平移呢 我们这时候就是利用这个 Translate 好 那接着我们把这桌角 往这个方向平移 那这个向量呢 我们把它叫做VH的L 好 那这是刚好就是AB向量 AB向量 好 把这叫VHL 那所以我们现在利用这个VHL来平移 所以LagV 就会等于Translate 好 然后LagA 再加上这个VHL 这向量VHL 好 所以这桌角 这样就搬过去了 好 那 接下来是 这个 那这个的话 我们一样把它取入名字 叫做VHL 好 那这样有VHL 那这里移的时候呢 我要扣掉这个桌角的这个宽度 好 所以这边呢 这个向量LW 减掉W 好 这边是那个0 好 这个 这个就是我的 要平移的这个 往左平移的向量 好 那接下来LagD呢 就会等于Translate LagA 然后平移VHL 好 这样就移过来了 然后LagC的话呢 也是利用这个Translate LagC 就得到是 从B 往左平移 好 这样就桌角完成 那接下来 换这个桌角 左角是LagE 就等于Translate 然后把LagA LagA 然后这边是那个VD 再加上 这个 Rate 桌角的这个宽度 好 然后是LW N0 然后一个括号 好 这样子就移过来了 好 那接下来 E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叫做F 所以LagF 就等于 那这里是需要这个的横向量 那这横向量呢 我们把它叫做 那接下来需要横的这个向量 好 那现在我们先看一下 VW R 就等于 Metal 然后这是那个 用这个长度 它用这个长度 L减掉LW 0 用这个 好 那 所以接着呢 这个Lag的 Lag的F 就会等于Translate LagE V 那接下来呢 再加上这个 V W R 好 然后 接下来需要这个方向 这方向 VH VH R呢 好 这是W 那我们央用极坐标 Pi -ANG 就是这个方向 那 Lag的H 就等于Translate 好 那这时候Lag的E 然后这里的VH VH 那接着呢 剩下最后一只脚LagG 加点Translate 好 那这是Lag的F 再加上那个 VH 那现在把这几根脚呢 把它加进来 会觉得这两个长方形呢 真的看起来 事实上是不太一样的 好 但是呢 我们接下来再做一个动画 让它可以逐渐的变过来 接下来我们再用两个参数 让它可以 渐渐的转过来 再平移 那这两个参数呢 我们就叫T1 跟T2 好 那 原本它是一次就完成了嘛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刚刚前面这个指令 PLR 它是旋转 再平移 但是现在这个旋转的时候呢 我们乘上T1 平移的时候呢 乘上T2 好 那把这个东西叫做PLRT 好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可以再把它 上一下这个 颜色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是用这个 用红色 让它加深一点点 好 那这里我们再把它 OK 那现在呢 把这个东西 把这範围呢 调一下 这里是T2的範围 0到1 然后这步长的话 0.05 T1的範围也是一样 0到1 好 然后这台步长 0.05 好 那我们把它调回来 好 所以一开始 先这样子 那做一个旋转 再做一个平移 诶 这两个竟然就叠在一起了 好 那这时候再把它转回去 再把它转回去 再把它转回去 感觉好像变深了 好 那大家可以再调调一些参数 看一下这个大小的影响 3 0 6 7 5 6 9 9 10 10 0 10 11